今天ET个股推介是华润电力8365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 减选原因是新能源政策密集推出 风电行业作为内地发展核心 未来前景持续向好 中资电力股近年加速向风电等新能源业务转型 同时背后有传统火电业务资产 业务发展更具竞争性 焦点股份可以关注润电 润电计划在十四五期间 新增新能源装机40吉牙马规模在国内新能源上市 企业中处于最高水平 预计到2025年底 新能源装机占整体比例超过五成 马集团今年的风电和光伏项目并网目标 预期大幅增长超过1.5倍 考虑到新能源快速发展而且处备项目充足 与稳健的新能源业务增长将会带动整体业绩 市场预料华润电力今年盈利将会大幅向上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华润电力今年盈利预料增加近5.7倍 2023和2024年分别增加2成1和1成8 走势方面润电自三月底以来呈现横行整固形态 近日中央再出台政策扶持新能源发展之下 突破横行阻力 策略上建议等候十天线大约15个山附近吸纳 目标先看三月份的高位大约18元 向下调整大约8%到14元减涉 主要大约吸约的目标价平均大约21.5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高位大约6元减涉 短片×维末 机身年指纳 地ицзд有点 validation 机身年覆 Arbeits人 北约2 亚 大约4 家 Rub ter 6 总